苹果公布了2019秋季发布会的邀请函 宣布将于当地时间9月10日上午10点 在位于美国Apple Park园区内的乔布斯剧院中举行今年的秋季发布会 届时苹果可能推出三款全新iPhone以及Apple Watch Series 5 不出意外的话苹果将在9月10日的发布会上推出三款新iPhone 分别是搭载6.5英寸和5.8英寸OLED屏幕的高端版本 以及采用6.1英寸LCD屏幕的中端版本 从先前的爆料来看 三款新iPhone互将采用以Pro作为后缀的命名方式 依旧为刘海面积不变的异形全面屏设计 但其内部的Face ID模组将得到升级 搭载全新Face ID模组能够进行多角度扫描 两款搭载LED屏幕的iPhone将拥有三枚摄像头 而搭载LCD屏幕的版本也将升级至双摄 在这一次的秋季发布会上 苹果很有可能延续此前的规律 推出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5 从传闻来看 Apple Watch Series的外观将不会大变 但表可有所不同 将新增陶瓷和钛金属两种新材质 随着iPhone Apple Watch iPad Pro先后加入了全面屏的队伍 全面屏版MacBook Pro也有望在今年登场 新的MacBook Pro的屏幕有望采用窄边框设计 屏幕尺寸得到扩大至16英寸 有望启用碟式键盘改用剪刀脚键盘 而可以涮到铊面屏的色调色 在外面里边关上铊子